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姓楚 宁营 南梁围棋第一人 麒麟王被改编成真人版电视剧 为了符合中国文化 所为的名称被改成楚银 原本出生在日本平安时代的背景设定 改称南朝宋文帝时期的棋手 但最让观众无法适应的是他的妆容 你真正想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连天地万物都会放 真人版戏剧还原漫画里 左维戴着礼物帽子 身穿白色兽衣的造型装扮 不过真人版的左维 却是顶着厚重的粉底妆感 还有红色眼影搭配黑眼线 被网友大喊毁坏童年回忆 甚至认为这不是左维 反而像东方不败 你说咱俩要是开赌 赢一把五十 赢十把就是五百 只要你出马 真人知道为什么会选择弄你 十三の重要 帽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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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本从1999年开始连载麒麟王漫画 2001年改编成动画之后 在日本掀起学围棋的风潮 逐建红遍全亚洲 大陆在2018年取得日本版权 在原作者的同意之下 调整成中国背景 不过左维在动漫版本的外形 太过深植人心 真人版的诡异妆容 不只让人看得出戏 也让两岸网友笑说 又是一部糟蹋经典的真人版作品 TVBN新闻趁入环阳心 台北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